异国公主竟写起了言情小说 新书刚发布就格外火爆 畅销全国 名流贵妇们喜欢的不得了 然而当这本书传到国王手中时 他却当即下令将此书设为禁书 还要逮捕写书之人 只因书中描述的是 宫中宫女与男人私会之事 内容极度损害皇家颜面 但国王并不知道写这本书的人 是他的女儿 当朝的公主 当丞相之子大业看到禁书时 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是公主的画风 于是第二天 他就带着官兵来到公主的住所 但他并没有抓公主 而是把八语抓了起来 公主连忙上前解释说 这本书是他写的 但大夜来之前 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让八语替罪 看着漫漫被带远的八语 公主第一次声嘶力竭地 喊出了他的名字 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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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公主这一喊 让大夜对公主爱而不得的心变得更加痛苦 当大夜抓走八语后 却将他带进府邸进行了单独审问 他询问八语是否愿意替公主顶下禁书之罪 而八语的回答也很肯定 同时八语还说出了 他是前幼丞相之子金大喜 而大夜的父亲正是屠杀他全家的仇人 他原本想要放弃仇恨过平凡生活 可是大夜的父亲却不放过他 还抓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做威胁 而两人的对话刚好被准备找大夜求情的公主听见 公主这才明白八语当初为什么想要杀掉他 为什么三番两次的想要赶走他 但是八语却为了他一次又一次的违背意愿替他解围 公主此刻内心对八语充满了愧疚 夜里公主来到牢房探视八语 他将自己知道八语绅士的事情告诉了他 两人第一次坦诚相待互表心意 还在这里私定终身 八语知道自己暂时出不去 几日前他曾截取了丞相送给清朝的叛国书 为了不让书信被人搜身拿走 他便委托公主代为保管 原本八语想要拿着这封信去换回被丞相抓走的母亲和妹妹的 但是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将信藏好一次保全他们的性命 见完八语 公主又来会见了大夜 他将已经知道八语身份的事情告诉了他 大夜表示只要公主愿意回心转意跟着他 他就可以帮忙救出八语 但是公主又一次拒绝了他 还让他不要再为自己做任何事情 他不想再欠大夜的恩情了 然而大夜却并没有就此作罢 他拿着一个新护牌给了八语新的身份和名字 所以在大夜的帮助下 暴露他就是又丞相之子金大戏的身份 而公主也没有闲着 他为了就八语 竟然在夜间潜入丞相府邸想要偷取禁书销售账簿的花名册 但是进去后不但没有找到账簿 反而被人发现了 好在大夜蒙着面纱及时出现就吓了他们 第二天当公主几人回到家中时 却发现账簿已经放在了桌子上 公主知道肯定又是大夜在暗中帮了他 而账簿上面记载了所有购买禁书的名单 除了有朝中的各个达官贵族的夫人之外 连丞相的夫人也买了此书 所以现在只要将此账簿公开给国王 八语就能得到赦免 于是公主又找到了国王的亲信 以此账簿可以制衡丞相为由 让他在审礼时将账簿公开 所以在国王清审时 当账簿公开后全场官员都极为尴尬 因为名单中都有他们夫人的名字 八语出禁书的罪行也因此被当场赦免 并且在审判时八语的真实身份也已经暴露 国王还私下召见了他 得知公主受到八语的照顾伤在人间 国王为奖励八语给他许下沉默 只要八语能在次月的无举中入围 就让他入朝为官 国王还下令丞相释放了他的母亲和妹妹 给他们在汉阳购买了一处宅院 还派着进军把守保护他们的安全 八语也带着公主以妻子的身份搬了进来 然而八语的母亲不知公主的真实身份 认为他身份低微 对他充满了嫌弃